1.7.10 LEGEND 魔族生存 哈嘍,大家好,我是五星 歡迎收看我們的1.7.10 LEGEND 魔族生存第63集 那上一集呢,我們完成了或者是修改了 我原本本Tania傳送能量的方式 變成了完全百分之百的Spark傳送能量系統 詳情請看上一集 然後呢我們也做了一點點的這個 而且叫它光橋好了 因爲我不曉得該怎麽形容它 但是我覺得它就是很像一種光線傳送的概念 所以我就叫它光橋,Bertania的光橋 那我有説因爲收心與材料的關系 所以上一集只做了蓋亞的那條線路 後來呢我就浓了 花了一點時間浓了一點Anderlily 所以就把後面我們這個圓球球 就是彼此之間都用這個光橋連結在一塊 但也不是完全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啦 就是因爲總共有五顆球球嘛 那排列組合的話可以彼此交錯 不過我就只取這個我平常比較常走的那個路線啦 對有些可能就沒有了 所以説呢我們來看一下我這光橋是怎麽用的 那我們直接先去蓋亞這個地方 溜過去 啊其實這樣子好像不太順路啊 那一樣就是我們蓋亞這個光橋的話 是採用兩線道,雙線道 因爲雖然它可以無線迴圈,但是 它沒辦法一對多 所以如果這種需要接續的情況的話 就可能還是要用雙線道 那現在的話呢我們比如說去這個發電房 那我想說一開始的話 這個短距離傳送因爲絕對不會超過20個 那我要不要用一對一這種無線迴圈法 然後再適時的時候按住Shift就可以下來 可是我發現呢 這個那個理論歸理論實際上還是有很多的變數 像是如果我無線迴圈 我明明好像已經到了地點 然後按住Shift結果它就跑到了屋頂上吧 就應該就是可能是延遲Lag或者是Minecraft的關係吧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子 包括你坐船,你坐礦車,你騎嘛 對不對,你以為你到了定點了 但實際上你可能還沒到 你一下馬一下船一下礦車可能又回溯 就是那種情況 所以爲了避免這種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呢 我們還是用雙線道 而且我做了一種統一化處理 這樣子一上一下的話 旁人可能不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入口 但是我自己有歸納出一個方法 反正呢,就是你的視 這個眼睛的這一格 就是第二格高 就不用抬頭,我直接點這個就是入口 所有的每一個都使眼睛前面這個為入口 啊,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概念 那有時候可能會卡玻璃 不過那個不是很重要,反正也不會自信 就是由下而上 然後這邊也是由下而上 那這邊也是由下而上 那這邊也是由下而上 那這邊有一點畸形啊 因為如果我們設在這邊的話 可能會卡石磚 就會有窒息受傷的情況 所以我稍微撇了一點點 這樣子我們經過的時候就不會窒息 所以說呢,我又砸了大概 20顆終界珍珠在這個東西上面 也每一個亮點 每一個光球就下一顆終界珍珠啊 好啦,那今天到底要幹什麽咧 上一集有提到我們原本要在上一集做的東西呢 其實 我們先去這個Origin 哎呀,就是這個玩意兒啦 我們之前呢,因為為了貪圖方便 我就用了這個 Steak Factor Manager的活石活木自動化 至於程式碼的話 我覺得這個 因爲其實我寫的很醜啦 我並沒有去太專心的設計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說我怎麽寫的 因爲我即將把這個東西給撤了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完全的靠這個 也不能完全啦 就是大部分都靠Botania自己的方式 來自動化活石跟活木 那我有説過這一套設施 就是用Botania來自動化的設施啊 我們以前在多人模組生存AWTS 應該是那一季的時候有試過 因爲那一季的話其實就是 也是在玩一些Corporeous Box系統啊 然後也順便搞了Botania這個 活石活木自動化,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話也是一樣 然後為了比較方便的進行 我會把活石跟活木兩個分開 就是彼此才不會互相打架 其實要 應該說同一朵花照順序來的話 自動化反而會變得比較麻煩 所以兩朵分開的話會比較簡單 然後我發現我忘記拿Pure Desi過來 我要直接把舊的拆過來 好,那除了這兩朵Pure Desi之外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東西 大概有這麽多 啊,啊上面這些雜物,下面這些雜物 材料不算,就是中間這三大排 都是我們會用到的 感覺好像很複雜 但就是如果你盡量只靠Botania來自動化的話 就是會還蠻搞剛的 但是整套弄起來算蠻有成就感的吧 那接下來我們首先要來規劃出這兩個 要怎麽分開來比較好啊 我們可能先拿鵝卵石來比一下對不對 比如說這邊到時候是我們這個活石 活木的地方 大家彼此控三格 然後兩個發射器放在這裏 然後我們的手手花比如說放在這裏 那我不曉得它的範圍多大 再來Hopper Hop 好,應該這樣子可以吧 就是中間控三格 這樣會不會有點擠啊 還是把它過去一點 大概就這樣子吧 就是稍微過去一點點 這樣以後比如說光橋過來啊 或從這邊過來才不會感覺很擠 所以說這樣子就沒有保持在圓球的正中心啊 所以我們左青龍,右白虎 左邊一個Pure Daisy 右邊也來一個Pure Daisy 那活石活木的話並沒有要求一定要在哪邊 所以就是看你高興 然後呢我們下面的 簡單來講我現在解釋一下是怎麽 Botania是怎麽一個自動化好了 就是我們放置石頭跟圓木的東西是靠這個手掌花 或許它有一個比較優美的名詞 但是我就直接暱稱它手掌花 因為它就是五根手指頭嘛 然後它會幫你放置可以放置的東西 所以就叫做手掌花 然後呢接下來放置好之後呢 它就會靠Pure Daisy 轉換成活石跟活木嘛 那轉換完了之後呢 這個時間上的計算我們是用這個沙漏來計算時間 所以沙漏計算完之後呢它就會發出紅石訊號 然後觸發我們的這個Pulse Mana Spreader 就是還記得這個嗎 就是紅石可以強制讓它發生魔力 發生魔力之後透過這個透鏡來做修改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Pure Pure透鏡的特性就是它經 魔力流、噴射流經過的地方會把方塊給破壞掉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活石我木給挖起來噴在地上 然後呢就可以被我們的這個漏斗花給收集起來 所以基本上自動化的核心概念就是這樣子 只是中間呢因為要進行各種的優化修改 所以會再附加其它一大堆有的沒有的東西啦 所以說我們先來看一下手掌花的部分吧 那手掌花的運作方式呢其實也不會說很難啦 只是一開始的時候你可能看書本的說明會覺得很難懂 我們這邊就先來做個簡單的解說 所以如果你的手掌花沒有升級成漂浮花的話 它預設就一定要種在泥土上嘛 然後它看它放在什麽地方上面是可以指定的 就是你這個泥土下面墊的這個方塊 就是未來我們手掌花它在放置方塊時候參考的東西 所以假設呢我們就把這個Puridacy周邊一圈 未來要放置石頭或原木這一圈的下面 放置這種方塊 你盡量拿比較特殊的 就是其它地方很少會用到的方塊 這樣子手掌花它才會搞混 比如說你用這種石磚好了 對不對啊如果你空一格搞不好 手掌花就會把東西放在上面就不妙啦 所以這個就是手掌花的運作原理 反正就是之後比如說旁邊掉的什麽泥土啊之類的 我正想說因爲它其實應該有吸到魔力 對我們下面有個魔力池 所以它就會把東西在它可運作的範圍 就是它有自己一個範圍啦 範圍內它拿得到的方塊它就會把它放在你指定的方塊上 那如果想要讓它 就是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話 你想要讓 讓你的設施更加精妙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漂浮花 讓手掌花漂浮花 其實就是省略一塊泥土的概念 這一朵花下面的這個 就直接是它指定的東西 我就會放上去 大紙上就是這樣子 我家是不是有 一個不速之客接近啊 那個Chromatic Art它有個很像 Whisp的東西會發出聲音還蠻吵的 好啦 所以這是我們手掌花的設置方式啊 把這個敲掉 那因爲我還沒有做那個魔力眼鏡 所以我不曉得手掌花的運作範圍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隔得遠一點 左邊一個 右邊也一個啊 然後別忘了下面的這個泥土 也要改成特殊版石頭 好啦,那既然手掌花可以幫我們放置方塊 可是呢 因爲我們就是丟直石頭或原木到地上的部分 會更複雜 所以我們先把它跳過 我們直接來講 是當它變好這個 比如說活石或活木之後 要怎麽把它破壞掉 那我前面說過主要是靠我們的這個沙漏來計時嘛 那我自己有測試計算過 我們目前版本Bertania轉換活石活木的時間是 一分鐘 差不多幾乎剛好一分鐘 或許短一點點 大概58秒59秒 它就是故意就是 稍微小於一分鐘啦 可是呢因爲它 我們在破壞方塊的時候不是瞬間破壞 它是依序破壞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個緩衝時間 那我們就射個70秒好了 那這個等一下再射 那我們要怎麽破壞呢 就是剛剛說的用這個 魔力發射器 所以說我們下面墊這種初階版的魔力池就好 因爲這個魔力發射器它其實 不怎麽消耗魔力啦 所以用初階版就湊湊有餘 然後我們先放上Spark好了 那這個就是連貫到上一集的概念啦 我們下面有這個 公用的魔力池 在這邊 它有的時候是Dominion 有的時候是空白的 在它空白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被上面這個Dominion給吸收 因爲它是初階版魔力池 所以一下就滿了 它的Buff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放下這個 紅石版本的魔力發射器 好 那接下來是透鏡的部份啦 我看一下哦 透鏡在這邊 1 2 史萊姆 那我們重點的透鏡剛剛有解釋過 但是我們要再加一個特殊透鏡叫Warp 這Warp是什麽概念 其實呢就是比如説 各位想吧我們有8個方塊要破壞 啊中間的話不會被破壞這個放星 它在破壞要怎麽只靠兩個發射器 交叉排列才可以破壞8個方塊 好啦其實這個東西是我去看別人的攻略 就網路上YouTube有那個現成的影片可以看啦 就是它有教說怎麽 怎麽設置 我需要一個魔力池 我們可以到隔壁去 然後直接來 那我用這個比較大魔力池 所以我怕這個小魔力池它不夠用 來這個叫Force Relay Force Relay它的功能其實還蠻多的啦 那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就是 我們當這個發射器它擁有Warp透鏡的屬性時候 它噴射的魔力撞到Force Relay你可以轉移 不然我們先以這個沒有 對對對直接放進來 再沒有Board的話就不會破壞方塊 我們就可以來解釋 也就是說呢我們把它綁定在這個上面 有沒有 那如果沒透鏡的話我們給它一個拉桿 它撞到這個Force Relay就消滅了 因爲什麽事情都沒發生 加上這個Warp之後呢 它撞到Relay 然後你 你的Relay 點右鍵 可以綁定在一個方塊 然後理論上呢它就會以魔力撞到Relay 它就會從你綁定這個方塊的位置往前移 所以注意看 哎呀什麽事情都沒發生 可是呢如果在這邊先放一個Mana Pro 然後這個角度看起來沒問題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來發射一次 哎呀 這邊的魔力池有增加了 所以這樣子應該就證明了實際上真的有魔力 從這個地方射過來 只是我看不到它而已啦 我不知道為什麽看不到 也許還是它本來設計就是這樣子吧 但是實際上有魔力噴射到這邊這邊比較重要 看不到就算了 所以說我們的Warp的透鏡跟Relay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可以轉移你這個魔力流的位置啦 然後會保持同樣的動能跟角度 就是當你魔力流撞到這個的時候 當下的那個動能 因爲我們魔力噴射它有距離限制嘛 超過距離限制之後就可以消失 所以撞到的那一當下的 比如說70%的動能好了 它就會從你綁定方塊的這個位置 開始算起 其實我很好奇如果方塊還放著的話 它還會繼續嗎 我們可以試試看 它撞過來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說如果你這個方塊沒敲掉的話 各位可以想像它魔力撞到這邊 然後會從這個位置開始出去 但是因爲它在方塊裏面所以 在沒有Fountain的情況下 它就直接撞到方塊毀滅掉 所以它必須要把方塊敲掉 它才會從這個地方繼續接續下去 就是這個樣子 好啦,那我們 這邊只講了這個Warp 重點是呢 後面這個Bore 我們要把它跟Bore兩個搭配在一起 所以說 我們做出了一個叫做Bore Warp的透徑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這個地方就可能有點危險 我們把它跟它綁定 所以說它是會形成 到時候我們會形成一種十字交叉排列 它就會往這邊射,往這邊射 就可以可以優先敲掉 1,2,然後3,4個方塊吧 但是呢,實際時間之後 還會有三個方塊不會被敲掉 所以我們必須要搭配這個 Force Related能量轉移 比如說呢 這個就轉移到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這樣子射過去之後 轉移到這邊繼續射 所以說包括這個方塊跟這個方塊會被敲掉 然後呢,這邊也來 這個綁過來 所以這個射過來之後呢 會從這個地方轉移繼續射 所以說這個方塊跟這個方塊 這邊會重複計算會被敲掉 所以總共8個方塊都會被敲掉 那我們這邊就放一個透徑 放一個魔力池 當作魔力的接收者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Fire 哎喲,這一次就有看到魔力流咧 來 其實還是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邊有 Bling 所以說就證明了它這邊 有能量轉移過來 然後路徑上的所有方塊 撞到的方塊都會被敲掉 我們可以在實驗室 哎喲,其實它敲掉了蠻多的拿 所以能量轉移的時候這個方塊不會被敲掉 但是會被這個敲掉 那再來要注意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我們搭配這個Ball透鏡 它敲掉的方塊其實 會從我們這個發射器的本體噴出 對,它會直接從發射器噴出 而不是掉在半路上 所以說你可以就直接在發射器旁邊 借個漏斗之類的 把噴掉的東西給收集起來 所以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部分講的不是很清楚 有點混亂啊,希望大家聽得懂 所以我們一樣這邊 到時候就是 統一用我們的沙漏 來完成它的 這個使命 那我這邊要改一下 就是我之後不再用這個 Mana破了 因為其實它消耗的魔力不是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讓它人道毀滅 我這邊就放一個Mana Void 這個Void應該很好懂吧 顧名思義就是魔力流 然後撞到它之後就永遠消失 不會再前進 而且它跟我們的魔力池是 就是特殊的工人型方塊 所以我們這個挖掘透鏡 不會把它挖掉 或者是你放這個破 也不會被挖掉 但你也可以選擇就是比如說 放個Receptor啊 它把這個魔力排空 排到其它地方回收再利用 只是我覺得它其實魔力真的很少 所以沒必要 而且我們發電是很強大的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啦,所以從手掌花開始 一直到挖掘這個地方都講完了 然後它挖掉東西的話 就直接用漏斗燒起來 所以漏斗真的很好懂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講一下 我們究竟是要怎麼把這個 原木跟石頭呼叫過來 我要採用的呢 就是 那一個傳說中的 就在這邊 Corporeal Spark系統 也就是我暱稱 叫做Betania的AE系統 沒有,就是Betania的進階物流系統 然後 它功能上其實跟AE的那種感覺還蠻像的 雖然說不會像百分之百AE那麼的 那個強大 但是它的那種概念還蠻類似的 來現場做兩個OpenGrate Crate 然後上面放這個Corporeal Funnel 哇,今天其實已經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講前面部分了 如果連這個都要講清楚,可是這個如果不講清楚的話 又感覺怪怪的 那我們來稍微解釋一下Corporeal Spark 就簡單的講一下它是怎麼運作的啦 那就是在這個有空間的任何的箱子 或者是機器也可以 反正這次可以塞入東西的上面都可以放Corporeal Spark 這個沙漏應該 沙漏也可以啊 所以這就是只要它裡面可以放入空間 上面都可以放Corporeal Spark 然後它基本上它的存在的形態就跟一般的Spark是很像的 然後呢我們對它頂右鍵裡會發現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缺少一個關鍵的東西 那個叫做MasterCorporeal Spark 就是我們如果要形成一個物流網路 Network的話,我們必須要有一個Master 有點像AE的核心電腦的感覺啦 那個Controller有沒有 那我們Corporeal也必須要有一個Controller 那我們就叫它Master 然後呢,我們還缺少了一個 好吧,我們就直接放在這個沙漏上面 那它跟我們這個普通版Corporeal不一樣的地方 是Master它就只是定義一個系統而已 它本身不具有任何的物流功能 所以你可以建議大家把Master放在毫無用處的東西上面 像我們的這個沙漏啊 我們之後設定好之後就不會去跟動它了 所以也不會有什麽物流呼叫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所以放下Master之後呢 你對它點右鍵就會發現它的link在一起 就是它這個物流Network已經被定義好了 然後呢它兩個Spark的距離 比較短,不像Spark有12格這麽長 我們普通Spark可以12格嘛 那這個Corporeal Spark我稍微測量過 好像只有8格還是9格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 但是呢就是你每8格到9格放一個 放一個放一個放一個 根據Bertania書本書名 理論上可以無限距離 但是前提是我猜就是要有chunk loader 就是你放Spark這個點有chunk loader 然後每一個地方都接的話 就這樣可以連連連 你甚至就可以從我們這個魔法森林 連到我們MF的home1 或連到我們的home2都可以哦 然後這一整條線路通通都是你的這個物流的Network 物流的網路 然後你從任何一個點去做呼叫的動作都可以拿到這個材料哦 這個是不是就跟AE很像 就是AE的電線只要 就是也是幾乎無限距離 然後只要有chunk loader 就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來呼叫你這個AE裏面的物品 但是它兩個點只有8格到9格 所以你如果要連這麽遠的話 就是要連一大堆在路徑上 然後我們這種普通版的Spark的話 它就可以讀取這個空間裏面的物品 比如說這個這個 那往後你去呼叫的話 比如說它就會從下面找說有沒有符合的物品啊 有的話它就會呼叫出來 那呼叫物品的話有幾種方法 一個就是靠這個Corporeal Funnel 比如說我這邊拆掉一個 然後我們在上面放上這個Corporeal Funnel 有Link在一起啦 就是兩個要搭配在一起 然後我們用一個Item Frame 然後我們在...比如說泥土好了 所以這樣子就定義完成了 所以說呢我們就在任何一個 有這個Corporeal Funnel的儲物空間放 有這個對應的材料 然後我們給這個Funal一個紅石訊號 我把磁鐵先關掉 每一次紅石訊號它就會 從這整個Corporeal系統當中 嘗試的呼叫這個物品 如果有的話呢 你就會仔細看有個動畫 有個收術的動畫 然後另外一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放射動畫 然後它就會呼叫一個泥土 那呼叫的數量是可以被定義的 就是旋轉這個Item Frame 然後不同的Botania版本 能指定的都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版本它只有四個值 預設的話是1 那轉90度的話是一次呼叫16個 那轉180度的話是 呼叫32個 那轉270度的話是直接呼叫1組 只是那泥土沒了 來來來,我們先全部丟過去 好,就是直接1組泥土 然後再轉回正上方就是指呼叫1個 所以這個是以自動畫角度來講的呼叫系統 那如果要手動畫呼叫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好用的東西唷 那個就是Corporeal Index 鎖影 那鎖影一樣它其實跟Funnel很像就是 它上面必須要放Corporeal Spark才可以定義它 然後一樣距離不能超過範圍 然後必須一樣要在Master系統裡面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有點像我們AE的那個螢幕的感覺 有了螢幕之後你就可以隨時隨地手動拿物品 那這個也很像 只是呢我們Bertania它比較文青 沒有啦 它比較聚殼一點 它沒有任何的GUI 那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放泥土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我要一個泥土 或者我們要5個泥土 你就打5Dirt Dirt 它就會從這整個系統當中呼叫5個泥土出來 就會跟那個Funnel很像 只是你要你是手動呼叫的 然後呢我來試試看它有沒有自動完成的功能 它 擁有按Tab自動完成單字的功能 只是如果你模組裝一大堆 然後 對 那你就會很麻煩 如果我裝Hand Glider好呢 One Hand Glider 哎呀 你看 這種 比較 沒有菜其他名的東西就比較好呼叫 當然如果你覺得打字很麻煩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模糊搜尋法 問號 它就會嘗試找 就是這個名詞的單字前面兩個叫DI的 然後後面無限字 所以比如說我們的Hand Glider 如果你夠懶的話你就EH問號 只有Hand Glider符合 你就站在這個Index旁邊 哦注意哦就是 它Index其實有啟動狀態跟不啟動狀態 啟動狀態就是你靠近之後它會有個光圈跑出來 這樣子就是啟動狀態 那這時候你NEI對著這東西按C 哎呀,再來一次 它就會呼叫一個出來 那如果是Ctrl加C呢 直接呼叫一組 好像還有Ctrl Ctrl加C是32個 所以其實這樣就跟AE有87%像 有裝NEI嘛 這個就很像物品搜尋法 我這樣是隨便亂打的 比如說Living好了 我要這個Living Rock 就直接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玩模組大部分都有裝NEI 不裝NEI玩模組的人是蠻奇葩的 可是這個功能好像只有在1.7.10才是正常的 1.10.2我有試過 發現它好像還不支援JEI 所以如果你是玩1.10.2 然後你是裝JEI的話 沒辦法 這樣子按C呼叫 很可惜 希望以後我們的作者會把功能支援到JEI上 但是我們現在玩1.7.10 所以可以用享有這個福利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們以後呢 我可能就會利用這Index系統 來把我們這整顆 樹的Bitania的箱子都做個統整 這樣子我隨時要呼叫材料的話就很方便 來放原木跟石頭 然後把它這個鎖起來 通通鎖起來 然後這邊就放一個Copolis Bug 然後確定它有link在一起 應該都不會超過Bug 所以都有 然後這個Master就是一個孤獨的存在 所以我們之後呢 它呼叫的這個比如說原木好了 在這邊 然後我希望它一次呼叫16個 那這個跟我們之後設定的自動化有關係 所以我就是指定它每一次呼叫16個出來 然後當然是靠自動化啦 不是這個手動的 然後我是用沙漏 左邊一個沙漏 右邊也一個沙漏 那再來就順便來設置這個漏斗花的部分啦 所以漏斗花呢我也想用漂浮花的形式 然後呢搭配的 應該說回收物品的 居然不是靠桌兒而是用這個 木箱子 那至於爲什麽想用木箱子咧 這個其實有很多的原因在裏面啦 我把箱子 放著 然後這邊放個石磚箱子也放著 然後這個就可以敲掉不放 然後我們的Hopper Huck就 放在這邊 然後呢我們的Item Frame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應該可以共存吧 它是同一個方塊 不過一個是貼在上面的 所以左邊的話就是只收我們的火石 右邊的話是只收我們的活木 先丟的在裏面 所以往後呢它就 彼此不會互相干擾啦 阿Hopper我現在身上有帶磁鐵 所以避免磁鐵干擾呢 我們就可以放這個 抗磁鐵花 我放 我撇開一點點放好了 這樣子才不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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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 就讓它運作範圍大一點啦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肉斗花它有吃到牡蠣 所以它的範圍應該會蠻大的 好啦為什麽要解釋 為什麽要用木箱子 不用捉咧 就是我希望呢 到時候搭配這個 Comparator 比較器 這是到時候會累積一大堆的這個火石嘛 對不對 我希望到它快要滿的時候呢 就停止自動化 因為如果箱子滿了 那前端的部分 因為沙弱嘛 沙弱你要停止它也是可以 所以會更麻煩 比較簡單是靠這個 就是如果你不停止沙弱的話 它會不斷的呼叫 那呼叫的方法就是靠這個FUNO 那如果我們這邊搶先 輸出一個紅石訊號來鎖死這個FUNO的話 往後我們的沙弱不管怎麽去呼叫 都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就是依靠這個比較器來 當它快要滿的時候鎖死這個FUNO 所以這邊就放個拉桿 所以這邊有14點的訊號去指定這個Comparator 所以未來的話就是 除非我們這個箱子放滿到可以發出 超過14點的訊號的時候 它才會發出訊號 也就是將近快要滿的時候才會發出訊號 那為什麽不用這個Draw呢 因爲Draw的話 你看 Draw這邊放Comparator沒法印 爲什麽呢 因爲它需要一個自己專屬的升級 就這個什麽Redstone Max Upgrade Mini Upgrade 或者是這個Upgrade 那以目前狀況的話 我們可能是Max Upgrade 可是它就是 根據裏面量的多寡 它會直接發出紅石訊號 感覺你好像省了一個步驟 你不需要放這個比較器對不對 好像比較精簡空間 可是它會一直發出紅石訊號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肉斗花 肉斗花它因爲有紅石根 我們都知道它如果有紅石訊號 它就會被鎖起來 總而言之就是 不太適合用捉我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原版的木箱子就好啦 再加上我們的活木活石的用量 應該不可能到那麽誇張 這樣子全部裝滿至少26組以上 我們應該不會什麽時候 會一次需要超過26組的活石活木 所以醬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加入我們這個沙子到沙肉 就可以啟動我們整套的系統了 那這邊解釋一下 我們因爲我們要一次呼叫16個嘛 可是它一次只能放8個對不對 那然後我這邊放的沙子就是147 147 然後紅色的沙子一個是10秒鐘 所以這個是70秒 然後兩倍的時間140秒 7放的是下面 14放的是上面 這樣應該很好懂吧 下面就是每70秒鐘破壞一次方塊 因爲我們的活石活木是60秒產生一次 那剛剛我有説就是要給它一個緩衝時間 那就給它70秒 那上面的話因爲每一次就會呼叫16個 就是兩份 那我們就給它一個兩倍的時間 就是當它破壞完兩次之後呢 再一次呼叫16個 這樣子就僵僵好嘍 所以說我們就先放14個在上面 再放7個在下面 然後這邊一樣 放14個在上面 再放7個在下面 所以我們就 要靜待兩分鐘 因爲我們必須要等上面的呼叫石頭 才會開始自動化 好,兩分鐘就快到啦 首先它這個石頭轉換,木頭轉換 然後呢 等兩分鐘到之後它呼叫物品 然後下面同步也破壞了方塊 然後接下來我們手掌花就把石頭放著 另外一邊的木頭也是一樣 東西敲掉之後呼叫原木 然後再靠手掌花把原木放上去 所以基本上整套流程就是大概這樣 然後再等下一個70秒 就下一批活石活木完成 破壞放置方塊 這樣我們放在地板上的那16個石頭 或16個原木就會用光 然後再等下一個70秒 我們的上面就會再次呼叫這個石頭跟原木 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我剛剛有一點點小bug 所以我修正了 那各位看到我做這個眼鏡 因爲我一直很在意說會不會有距離誤判的問題 然後呢,看來磁鐵花的範圍是OK 但是我們手掌花就有問題啦 而且很神奇的是 我剛剛手掌花左邊這一朵 它沒有吃到這個魔力 對它是打XX的 然後我右邊的就有吃到魔力了 可能是我放的順序的關系吧 所以右邊這朵手掌花 當它吃到魔力之後它的運作範圍就是大大的提升嘛 那預設沒吃到魔力的時候它的範圍大概 超過來一格 到這邊,然後不會碰到這邊 就是應該是不會互相影響啦 可是這朵吃到魔力之後它的涵蓋範圍超大 已經蓋到這邊還是這邊了吧 所以什麽意思呢 就是它會順便把木頭放到左邊這個地方 會互相干擾 所以我的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是看你是要放的順序有別 讓它不要吃到魔力 或者是給它一個假的魔力池 你就把它綁定到這個假的魔力池 它就沒有魔力了 但是你要把它敲掉重放才行啦 所以 這樣子就不會互相干擾了 至少就不會發生左邊放到右邊,右邊放到左邊 那剩下的話就是期待說我們的手掌花不要太早放 太早放是什麽意思呢 就是偶爾啦 就是你看方塊破壞了然後 但是我們這個破壞的魔力流還沒有跑完 等 就是還沒跑完然後我們的手掌花就優先把石頭放著了 那就有可能 它會把這個剛放下去的石頭又被破壞掉 然後就可能會缺角 但是我觀察一下發生的機率其實不高啦 剛剛有發生一次只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正常 沒事兒 然後剛剛好像看起來就是活石活木會亂噴 亂噴是正常的,因爲它是直接從這個 這個發射器噴出來的 但是沒關係,只要我們的漏斗能夠通通收起來就OK啦 當然玩家經過的時候可能會不小心撿到一下 所以我們的自動化就開始了 好,那看是我們這個箱子先塞滿 還是我這邊會先沒有 應該是這邊先沒有啦 那這邊空了之後會發生什麽情況呢 就很簡單啦,就只是我們呼叫不了物品而已 那呼叫沒東西就是沒東西給它放 那就會空在那邊 那空在那邊的話也還好 就只是我們這個發射器它會空射 就是只是發射那個可以破壞東西的流 但是它不會破壞東西 反正就是讓它繼續 沙漏繼續進行啦 就不管它 反正它發射的魔力進食其實不會消化很多 我是覺得沒差啦 就讓它的沙漏一直計時下去 然後我們控管自動化就靠這邊進行就好了 或者是我們適時的補充材料也可以繼續進行自動化 好啦,所以今天我們講的這個活石活木自動化 Bertania Bird就到這邊為止啦 好啦,那就廢話不多說我們趕緊結束這一集吧 我們期待下一次再見 下一次要玩什麽呢?再說 謝謝大家 各位,掰掰